注意看这是1949年老北京真实影像 这段影像是由前苏联记者拍摄的 运用先进的彩色胶片 保存了这段罕见的历史画面 此影像曾被前苏联封存了68年 真实地记录了老北京的风貌 街道上人来人往 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的行人热闹非凡 紫禁城曾是达官贵人的居所 现已向普罗大众敞开大门 虽经历600年风霜雨雪 依然屹立不倒 悠悠岁月见证了历史的痕迹 1949年苏联派出了17名杰出的摄影师 横跨重阳抵达中国 捕捉这些极其珍贵的画面 你现在看到的彩色视频并非后期制作 实际上是当时利用苏联从德国夺得的 高级彩色摄影技术所拍摄 让我们一起通过苏联摄影师的视角 重新发现那个神秘而充满活力的老北京 这里是天安门前的护城河 曾是北京老百姓常去的休闲娱乐地 许多市民在闲暇时刻会到这钓鱼嬉戏 偶尔能钓到几尺长的白莲鱼 这也是当地一道流行的菜肴 而现在我们的摄影师正在乘坐北京的油轨电车 当时的交通由交警手动指挥 北京的第一条油轨电车线路是1924年投入使用的 直到解放前 它一直是北京重要的公交工具之一 同时在那个时期的北京街头 最普遍的交通方式是人力车 车夫靠角力在城市中穿梭 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 此外 自行车和汽车在那时候相对罕见 前者通常被视为富裕人士的奢侈品 而后者则属于高层人士的特权 大多数普通民众依赖步行出行 而货物运输多依靠人力车和处理车 尽管那些华丽的马车很是吸引人 但因其高昂的成本 普通人难以负担 要了解老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 毫无疑问应该去看看城里的市场 那里人生鼎沸 商品丰富多样 小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 无疑是最具生活气息的地方 无论是附近村庄自种的蔬菜 还是孩子们喜爱的五颜六色的风车 或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街边小吃 都能在这里找到 如那位手持三节棍的街头表演者 在他人还穿着棉袄的时节里 他已经脱掉上衣 在众人面前展示三节棍的精湛记忆 从他那斑白的胡须可以看出 这位表演者年纪已高 但他依然充满活力地展示自己的技能 除了这些技艺高超的艺人外 还有孩子们喜欢的传统皮影戏 在一旁老师傅的讲述下 配精美的画面 经典的故事场景被生动地展现出来 画面中一个满身肌肉的男孩 正在制作拉面 热腾腾的面条 展示了老北京当时的街景 此外 女士们钟爱的京剧表演 演员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表演天赋 细致地演绎着各种历史故事 及动人情节 这段影像带你回到北京城 见证历史的足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